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继续学习集合点 上节课我们花了一节课的时间 去给他介绍性能测试里边的比较重要的几种测试类型 那么包括负载测试,压力测试,并发测试,稳定性测试和容量测试 那么我们讲集合点呢,它的适用场景比较单一 它呢,仅适用于并发测试的时候 咱们呢,需要用到集合点 所以呢,集合点本身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说我们性能测试里边缺非有不可的东西 反倒是呢,咱们这里边的几种测试类型 是务必大家要去真正理解,真正刺透的 因为只有这样,当我们在后边自己 要针对自己的企业的系统来进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咱们呢,才能够门清 才能够针对不同的一些性能测试测试的需求 我们呢,设计不同的一些测试方案 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我们的测试策略应该怎么来设计 所以,这些测试类型 它对他们的理解,远远重要于对集合点本身这个知识的一个应用 因为说实在话,集合点这个知识点 在Lowrunner这个工具里边 其实是用起来是,用法是很简单的 所以这节口呢,我们当然就把这个用法呢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么,先回到VUG 在脚本里边,我们的集合点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们现在啊,我们讲集合点主要的呢 要去测试的是单功能的模块 所以我们就不针对这个脚本 我们呢,再去新建一个脚本 好,叫做Action 然后呢,加上集合点的名称啊 这个集合点的名称呢,有点怪异啊 Rondif,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名词 咱们也不用去记住它本身怎么拼的 我们呢,新建了一个Action 那么这个Action呢,我们来做什么事情 直接把登录的这个Post请求考过来 我们呢,让它集合去实现登录 好,这是Post请求的正文 好,当我们去拷贝过来了这个登录的Post请求以后 我们理所当然的,肯定要对这个请求 要去加检查点,要去加事物 要去呢,这个判断它事物的一个结束的状态 因为这样我们相对于对于这个登录的事物呢 我们的评估才是比较全面的 那么拷贝过来了 我们呢,还是简单的把这个 像检查点我们就暂时不做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做了 我们把事物放过来 这个响应时间呢,还是要去统计一下 另外的话呢,也需要了解一下事物和结合点 它们之间的一个顺序 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登录的事物直接拷贝过来 那么登录结束了以后呢 插入一个结束的事物 因为我们没有去设置检查点 所以呢,事物的状态就让它自动判断好了 但这边呢,咱们真正在做脚本的时候 建议大家不要试用 这个auto来自动来判断啊 一定要用检查点手工的去判断 事物的一个结束状态 好 那么有了这个登录以后 我们怎么样来去设置它的一个集合点呢 那我们当然可以在登录的这个前面 去插入一个集合点函数就可以了 这是这脚本开发的部分啊 非常非常简单 跟思考时间一样 所以它重点的不是说在脚本当中怎么用 重点的是为什么 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到集合点 这是我们学习集合点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insert菜单底下有一个round if 直接插入一个集合点 给这个集合点取一个名称 比方说go to login 那么就从这个集合点开始呢 这个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虚拟用户就在这儿集合 然后呢一起发post请求实现登录 好脚本放到这儿了以后呢 其实啊所谓集合点就是集合点嘛 就是大家一起集合的这么一个点 这个点呢它就在我们脚本插入的位置 就是这个点 因为我们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这脚本是不是都会循环的运行 好每一次当它运行到这儿的时候 所有的虚拟用户呢就会开始集合 那么集合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虚拟用户它会暂停下来 它会停下来 然后呢等到所有的虚拟用户 都运行到这个位置 这个点的时候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发一个post请求 去实现登录 这样相当于就给登录的这个模块 模拟出来了一个严格上的并发 OK这就是集合点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在哪集合 就在这个脚本插入的位置 所以这个脚本函数本身就这么一行 只不过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到底我们这个集合点函数 插在哪个位置 如果我们要针对登录这个模块进行集合 我们插在这个模块的前面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相对于到这集合 集合完了以后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集合点的前边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请求呢 当然可以 比方说我们要去打开一个首页 由于这么一个请求也没有问题 需要和不需要取决于我们的右路逻辑本身 而不取决于脚本的一个规则 脚本是没有规则 没有说哪个地方你必须要放什么 只要语法对就行了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业务逻辑上 我们需不需要前面加一个打开首页的函数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为了集合点 我们讲集合点本身 它就已经失去了模拟真实场景的这个意义 所以你这边打开一个首页 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想在首页上再做一次集合呢 还是说呢 打开首页为了模拟一个真实场景 如果是为了模拟一下真实场景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放一个东西放这了 因为我们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去模拟真实场景 得出性能指标 OK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想在这个登录的打开首页的地方 也让它来一个集合 再插入一个集合点 Go to homepage 如果是这个目的 那当然你这请求该放哪儿还得放 那相当于这个脚本里边 我们就有两个集合了 如果说后边你要发帖 你当然还可以建第三个集合点 你还可以在这个 事务结束以后 你再有第三个集合点 再去实现发帖 这都没关系 那么相当于脚本呢 运行到这的时候 虚拟用户就会开始集合 集合完了以后 发了一个get请求去打开首页 打开首页完了以后 发现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集合点 这个失误 我们把它先放下来 这个打开首页 不属于这个失误里边 那这边顺序别搞乱了 那咱们的离得远一点吧 好 我们打开首页 集合了以后 脚本运行到这儿 发现又要集合了 好 那么咱们就一起又集合 所以啊 它不是一个脚本当中 你可以插入无数个集合点 这个没有影响 它反正一旦发现有集合点 虚拟用户呢 就开始集合 OK 就这么一个概念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需要花一点时间 给大家去解析的 就是关于集合点和这个事物 它们的一个顺序 我们讲 事物的话呢 里边包含的就是我们的请求 的响应时间和它的成功率 当然后边我们讲场景设计指标分析的时候 还会讲到事物还有另外的一个作用 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系统需求的一个建模评估用的 在后边再给大家去介绍 那么事物呢 被两个事物的开始和结束加在里边的所花的时间 那就会被统计成这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所以毫无疑问 我们这个集合点 能不能放在事物的中间呢 放在事物的这个里面 由于我们的集合点会存在说 有些虚拟用户他发请求发的快一点 或者说他获取到响应时间快一点 他运行到下一个请求的就会早一点 有的用户呢会晚一点 所以这边有一个集合点技术上这些 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早晚的一些虚拟用户 他们一旦运行到这儿的时候都会先停下来 那么早到的呢会停下来 他们就会等到所有其他用户都到齐了 然后呢才开始发下边请求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等待的时间 这是我们集合点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一旦等待这个等待时间是不是他就会先暂停着 那这个暂停时间呢他也会被包含在事物里边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集合点和事物的顺序是这样放的话 那么这个事物统计出来的登录的这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就要大于实际这个POSE请求发生的时间 而我们其实关注的是这个请求 让服务器处理这个过程化的时间 而不关心这个 这个本身又不是服务器和我们这套系统化的时间 这Rowrunner这个测试工具 它运行化的时间 这个时间千万不能被统计到事物当中去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相信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理解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事物的和集合点 一定是顺序要先有集合点 然后呢再开始事物 一定要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先让脚本集合 集合完了以后呢再开始这个事物 那么我这边呢有两个简短的动画 以前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做的一个小小的动画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者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也顺便了解一下集合点 它集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行情况 好我们呢先往回走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模拟了五个虚拟用户 其实就是五个线程 五个线程呢 他们开始去运行一段脚本 那在这个地方脚本本身的构成 事物的起点 集合点 事物的终点 那么集合点呢相当于放在事物的中间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 第一个用户运行到事物起点 它开始计时 这边我们看到计时期开始计时了 事物的响应时间开始计时 好 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用户到达集合点了 第二个用户已经通过事物计时已经开始了计表 这个用户到达集合点 它会干嘛 它是不是会等 因为我们要保证五个用户一起给下边的请求发 所以呢 它会等待 那这个时候这个用户呢就会站在那不动 但是等待 它虽然没有发请求 但是这个事物的时间它还在统计啊 因为时间是一直会往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用户它会在这儿等 但是这个事物的时间会一直在统计 它会一直统计 好 好 当这个时候所有的用户都到达集合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呢发请求 一起发请求 这个用户因为它要运行的快一点 所以它先到达 好 那么现在呢 相当于所有的用户都到达了事物的终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虚拟用户 它一共它的事物的响应时间是20秒 第二个是20秒 第三个是19秒 第四个是18秒 第五个是17秒 这里面大家如果仔细分析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第一个用户是不是跑得最快 但是它花的响应时间却最长 最后一个用户跑得最慢 它花的响应时间却是最短的 这没有理由啊 原因就在于集合点这 因为这个用户虽然它跑得快 但是呢 它一直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等别人 所以呢 它的响应时间变长了 而事实上呢 它的响应时间是很短的 但是由于它等的过程当中 这个事物也会记录它的响应时间 OK 好 所以呢 这这种情况是有问题的 我们讲咱们的脚本里边 事物 这个集合点不能放在事物的里面 那么一定要放在事物的外边 紧挨着的就行了 这样呢 集合点以后确保发的是这一个请求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这个脚本的构成呢 就是集合点在事物的外面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时候 第一个用户短 没有问题 在这等 但是等的过程 其实它没有记录这个 没有记录响应时间的 没有记录事物的响应时间 所以你等待久都无所谓 对响应时间是没有影响的 好 五个用户到期以后 开始一起发请求 没有问题 那么到达事物起点 开始计时 第一个用户跑得最快 花了七秒钟 第二个用户花了八秒九秒 第三个用户花的时间更长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最后有个用户 由于他没有等别人 他花的时间跟上一次十七秒是一样的 但第一个用户他其实只花了七秒钟 而这七秒钟本身才是他这个事物该有的响应时间 OK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关于是集合点和事物之间的一个顺序的放置 如果放错了我们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就不准确了 所以特别要注意 我们做性能测试很关注这些数据的这个精确性 一定不能弄反了 务必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关系以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 咱们 脚本已经开发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调试运行啊 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不专门去调试他了 那我们怎么来 在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场景设计里面去用他 到底他用的过程呢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呢 我们就还是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次我们就只运行这个集合点的这个一个型 把post这个一个型呢给删掉 好 打开首页一个集合点 这边呢 登录一个集合点 我们 直接进入到controller 并发十个用户可以 三十个 好 咱们的controller打开了 那么打开了以后呢 在controller里边 我们还可以配置这个集合点的一个策略 没有放在脚本 因为脚本调试的时候 它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用户也不曾在等谁 随时呢 他都给发请求 所以呢 他不需要去集合 没有意义 一定是针对很多用户的时候才需要集合 所以这个集合点的策略的策略设置是在我们的controller里边放着 在我们的这个 虚拟用户都会参与集合 比方说这边我们刚才并发了 30个虚拟用户 那么在这边每一个虚拟用户呢 其实就会有一个虚拟用户的编号 编号的规则呢是以脚本的名称 冒号后边加上一个数字 作为每一个虚拟用户的 一个唯一区别 那么这个虚拟用户的 ID其实就是我们 之前给大家讲在咱们的参数 列表里边有一个 参数类型叫做VuserID 其实它对应的这个ID 就是在咱们 controller里边的这个名称 好 我们可以比方说 选择第10 到第19 这10个用户 不参与集合我们就可以把它 disable了把它禁用了 那相当于这10个用户不参与集合 不参与集合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其他20个用户 他们会互相彼此等待 等到大家一起再发请求 这10个用户 他该干嘛干嘛 他发完一个请求 继续发 第二个请求 继续发 第三个请求 这个循环座发就行了 他不会存在着 还要去等待 或者被等待的情况 就他不参与集合 那我们既然说 集合点的目的 都是为了能够模拟并发 那是否还需要 这么复杂的一个设置呢 其实没有太大必要 因为我们真实模拟的时候 可能就呈现3万个用户 就是简单粗暴的 就让这些用户 去访问某一个模块 或者几个模块的 就可以了 去做他们的并发测试 不必要 非得说 我们还要来选择一些 经用 一些 那你如果经用了 你就不要让他参与集合 因为我们的目的明确了 当然 Lorander本身 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我给大家简单 做一些介绍 他的目的 他就认为呢 真实的情况 就是有些人 可能是一起在发的 有些人呢 有些用户 可能是各发各的 所以呢 他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一个策略 就让我们呢 感觉上这个场景 模拟的更加真实一点 但是呢 这个必要性不是太大 我们呢 要么就不要去使用 集合点策略 这样呢 用这个场景更真实 要使用集合点策略的话 就不要太多去关注 场景的真实性了 关注的目的啊 我们要变成 模拟并发以后 这个系统的性能反应怎么样 我们去关注 这些东西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策略 咱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以后在某些场景 有可能真的会用到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起用 这个知道怎么回事 最起码 好 接下来呢 还有几种策略 是在这个Pernese底下的 那么在Pernese底下呢 咱们有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呢 我分别一一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后边呢 咱们 在做场景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具体 如果大家这几个 对我的解释还不认 不是特别理解的 在我们场景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回顾 第一个默认的策略 release when100个 所有的running wheel arrive at run leave 先把这句话连起来念一遍 当百分之百的所有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 到达集合点的时候 释放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模拟了100个用户 那么这100个用户呢 如果所有的都正在运行的话 那就当这100个用户运行到达集合点以后 我们呢 释放释放这个集合点 也就是让这些用户呢 一起去发请求 但是与之对应的有另外一段话 我们所有这两个选项对比起来 才能看出差别 如果我们选择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release当100%的所有的虚拟用户到达集合点 这边是一个所有的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 这边是所有的虚拟用户 这两者的差别 我们呢 先取消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咱们虚拟用户数的一个 增加策略上来 我们选择这种慢慢的逐步增加 比方说 他的这个选项是 每15秒钟增加两个 咱们增加到五个吧 每15秒钟增加五个虚拟用户 这样一种策略 那么好 我们虚拟用户总数其实是30个 但是当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在第一个15秒的时候 其实他只有五个虚拟用户在运行 到第二个15秒 就是30秒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他像当前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数只有10个 到这里只有20个 到这个顶点的时候 他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数 才等于他所有的虚拟用户数 OK 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把这个画的稍微扁一点 我们每30秒增加五个 当第一个30秒的时候 他正在 他的所有用虚拟用户数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all users是30个 但是all running users 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只有五个 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只有十个 在这个时间节点 只有十五个 那么如果是release百分之百的话 相当于到 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他知道他正在运行的要求是十五个 那么只要这十五个虚拟用户到达 就是百分之一百到达了 OK 那么再回到这个选项来 好 当forless这个对话框 我们看到 当这边release的时候 是所有的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 那就是跟这边的这个时间和对应的正在运行的用户数的多少有关 如果是选择这个选项 会导致一个 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 一定要是所有30个虚拟用户到达集合点 他才开始释放 如果选择这种选项 意味着前边的这两分半钟的时间是不会有集合点发生的 是不会集合的 他们都会等 那所以前边的这两分半钟也就是说根本发不出请求来 因为他们都在放在这个集合点在等待 那所以的话呢 他要等到这30个用户都到齐了以后 他才会开始释放 发请求 所以啊 选择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慢慢增加用户数的方式 他这两者之间是冲突的 其他前边都在等 都在等的情况就是请求发不出来 因为都在等 那这个时候 他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所以他又给了我们一个更优先去更高的一个选项 等待他会有个超时的时间 30秒的超时时间 但是这是默认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 比如说修改成60秒 修改成两分钟 无所谓了 当虚拟用户数等了60秒 发现还没等齐的时候 已经超时了嘛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直接释放了 那么如果设成60秒的话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第一分钟的时候 因为前面都在等 他要等齐30个 但这边只有10个怎么办呢 他一看啊 已经过了60秒了 那我就不等了 因为已经超时了 我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发一次请求 再接下来的话呢 他又会继续在等待60秒 等待直到超时 好在这边的话呢 60秒之内 如果30个到齐了 那么就30个一起发 如果超过60秒 30个还没到齐 他同样的达到超时时间以后 他就会释放一致请求 所以如果这边我们设成60秒 那么这边 他其实这两者之间优先级这个更高 这个赤字 超时一旦超时 无论你等到没等到 他就会先把这个集合点释放了 请求就发出去 但是如果比方说我们这边把它设成600秒 那这样的话相对超时时间是10分钟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行这个超时时间其实就形同虚设了 10分钟以后才超时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们的请求呢就会在这个点才会开始发第一次 OK 这就是这个策略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工作原理 好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选项 release当多少个用户到达集合点的时候 直接指定不是百分比 直接指定用户的数量 这个和百分比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 没有本质的差别 所以呢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默认建议大家使用的是这个 因为呢 我们既然选择这种策略 选择设设计这种场景 那么就一定是跟它相对应的 所有正在虚拟运行的虚拟用户 直接集合 那么时间呢 30秒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所以啊 如果我们要确定使用集合点 保持默认 怎么都不会有问题 我们给花时间去给它讲 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选项分别都代表什么意义 好 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集合点 它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 我们虽然在脚本当中有这个集合点了 但是我们可以呢 直接把这个集合点给禁用了 禁用了相当于这个集合点就不存在了 脚本里边运行的时候直接忽略 根本就当中没看到一样 这边没有集合点 不会被集合 这是禁用集合点 这个禁用 其实跟我们的思考时间有 类似的地方 我们在思考时间 你一个no思考时间其实相当于禁用了思考时间 即使我们的脚本当中有思考时间 它也不会回放 OK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这几个选项呢 就是咱们集合点的一个策略 我们现在呢 先保持的默认 我们来来运行一下 运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集合点的一些状态 实时的去监控咱们的一个集合点的策略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 简单的来运行一下 五个用户 当五个用户都处于run状态的时候 那么集合点会释放 发送一次请求 一旦请求发出来 我们这边呢 就一定会收集到请求的响应时间 所以根据这个请求的响应时间 咱们呢就能够知道到底集合点有没有释放请求 OK 我们看到释放了一次 30秒的时间 开始释放 好 这边呢 第一批已经释放完了 第一批的用户 现在又正在释放第二批 好 这四个用户 我们看到到了rendez这种状态 正在等待 他们这个时候正在等待 并没有开始发请求 好 双击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啊 虚拟这些虚拟用户集合点的状态 这边十个用户正在等待 等待到什么时候呢 到十个用户到期或者30秒的时间到了 或者请求别的用户已经到 这个请求发完了 到达了以后 我们看到 这边呢 一批用户已经又发出去了一次请求了 好 由于这边我们并发的总数是30个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些档的状态的 就表示这些虚拟用户呢 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这个被初始化 还没有开始发请求了 好 这是前面15个已经被初始化 已经在正常的循环的发请求了 也正常的在集合了 这就是我们实时监控到的一种状态 好 咱们呢 就先直接把它停止掉 我们再来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批响应时间的收集数据点 我们看到了 OK 那这边呢 也有一批 但是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数据点都没有 什么原因 这一段时间就是集合点在等待的时间 它根本没有发请求 哪来响应时间呢 OK 这次没点的这段时间 就是集合点在等待的时间 OK 这一点呢 其实从这个图上 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 把前面集合点的一些策略 和我们讲的等待时间呢 很直观的呢 结合起来了 那所以说 这样统计出来的响应时间 它本身没有办法直接用于 我们的一个用户感知的 这种响应时间的参考的 说白了 就是咱们要去用集合点 来进行新能测试的话呢 这些响应时间就没必要太多去关注它 因为它根本 没有参考意义 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要关注的是 并发了以后 系统成不成在的了 这个模块有没有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系统后台的问题 前端收集到这些数据呢 都没有太多的一个使用性 OK 这一点呢 务必理解 这是用了集合点测诺以后 我们后边呢 大家 剩下的这些实验呢 咱们就不在课档上直接演示了 大家直接下去再去试 试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实验 就是把集合点和响应时间顺序对调 看看两者之间做一个对比 看看它这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有没有差别 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然后呢 结合着我们讲的这两个等待时间 被包含了事物的时间里边的这个 结论 那么来做一个验证 看看是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大家去做的实验 第二个做的实验 就是在我们的control里边去把不同的这个性能测试的 整个集合点的策略 不同的策略呢 给试一遍 然后呢做一些对比 根据我们获取到的这些实时监控的状态 在这边双击监控到的一些状态 和这个响应时间的获取到的这些数据 我们呢就可以来验证 这些集合点的策略到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只有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明白了 后边我们用起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心应手 什么时候要用 什么时候不用 我们都非常清楚 而不是呢很盲目的 感觉说要用个集合点好像才行 或者集合点千万不能用 用了有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方式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搞清楚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 什么情况下去用它 因为它本身是有局限的集合点 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去用 一定要搞明白怎么回事了以后去用 这个效果呢才能够达到 OK关于集合点的一个演示 这节课咱们就先到这